想請教這個昨天民進黨有批評國民黨這個總統出選 說侯友宜是想一選又假裝不想一選 就是要等黃袍加深 然後又批這個現在這個辦法 等於是朱立倫在預留換租空間 您怎麼看 這個辦法當然它的原則不高 沒有辦法 但是要徵照就要快 我覺得不要拖了 你拖的話就讓人有各種想像空間 就假如說黨這樣評估覺得這個合宜最適合 那就徵照了 你搞到六月這中間三個月 那三個月幹嘛呢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要就快了 否則的話夜長夢多 中間就有很多的變數 而且可能會有很多運作的空間 鄧總統想想再提問一下 你怎麼看說現在國民黨徵招人選 然後黨內就有提出說 這個要限制具有黨籍的 那你自己也會認同嗎 因為朱立倫主席那天宣布 並沒有說是黨內徵招 他既然說黨 就是說徵招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非綠的都希望合作 所以他講的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不限於黨內 我想這是國民黨最讓他們自己的決定 那中常會只要通過了 他就是國民黨的辦法 只是我是覺得不 不應該每次都換辦法 每次都換辦法 你總是有一制 美國總統初選 多少年來就是這樣初選 民進黨初選也有他的一套制度 結果國民黨變過來變過去 變了變過去不好 讓想要選舉的人都沒所事從 所以不知道你要搞什麼 搞定了 講說以後就是這樣子 那就是這樣子 要今年這樣子 這個四年以後又換一個形式 但是我想這次 他的用意是不限黨內 所以朱立倫可能他到底 朱立倫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他要幹嘛 大家都猜不透 不知道他到底要幹嘛 真的不知道 所以他要做什麼 我們就靜觀其變 拭目以待 這邊靜信問想要提問 想問一下說 所以您會覺得說 應該把郭董也納入這個徵召的人選嗎 我也不認為他不應該被納入 他竟然表達願意 而且國民黨的辦法就是徵召 如果是黨員初選 郭董大概就沒資格了 那既然是徵召 我覺得有志之士也都可以放检來考慮 找出最強的 董事長 民視這邊想問說 就是昨天陳偉傑有想要登記淡水的這一區的立委選舉 那傳出是侯友宜出手擺平的 那你認為說他現在已經要展現出 他現在就是國民黨領頭羊 可以安撫大家擺平大家帶領大家前進的這種感覺嗎 韋傑是很優秀的新北市議員 我們也很熟 他本來是想選立委 那也來找過我們 表達他想參選立委的意願 不過 侯孟凱也是很優秀 而且很實力也很堅強的現任立委 所以 這兩難之間 這如何取捨的確困難 那侯友宜出面當然 我想韋傑等於是給侯士長一個面子 接受他的協調 所以韋傑就不選了 我想這都是尊重當事人 不過當然也表示侯友宜願意來協調 也表示他至少出面了 這是一個好事 董事長 請教一下 您已經說過您也想進出2024 那您的這個意願有改變嗎 您也會爭取在這個國民黨裡面的提名嗎 我其實最早一直表明就是 如果沒有比我合適的 我就出來 那那個時候你也不知道侯友宜要不要出來 因為那時候新北市還沒選 你不知道侯友宜會有什麼成績 如果侯友宜跟朱立倫上次選一樣 只贏對手2萬票 侯友宜也不用選這個總統 那時候郭台銘也退黨了 也沒有說要選 所以那時候我說 如果沒有合適的人我就出來 不過現在看起來郭台銘也有意願 侯友宜有意願 那就不一定要非我不可 既然他們有意願 那就由他們去選 這是我一向的立場 還有呢 董事長想問一下 就是現在 您昨天有說這個 郭友宜如果在徵召使程太慢的話 您要繼續往下跌 那現在看來是不是因為徵召使程 就拖太晚了 你真的看我們的民調就知道了嘛 等等就你就知道說 是不是 就是重要的時光搓脫就很可惜啦 所以如果你決定要徵召他 根本新北市長選完他46萬票大贏林家龍 過不久就宣布要徵召他了 為什麼不行 新北市民都不在乎 對不對 好啦你這隻拖一隻拖一隻拖一隻拖 任何英雄也不堪歲月的這個折磨跟消耗啊 好啦拖到現在 民調就下來了 再拖會再下來 不要相信沈富雄講的 什麼侯友宜像個老虎關在籠子裡 只要籠子一打開他的名料就高了 關久了就已經沒有力氣了 你們看過關在籠子裡的老虎沒有 以前我記得在野友那邊搞到好多老虎 然後我看每個都像貓一樣的變這樣 所以趕快出來跑 什麼關在籠子裡 沒有這樣的事情 昨天確定用徵召的方式 那你覺得現在侯友宜要參選的話 黨主要是不是真的幫他排除這個障礙了嗎 那那個戰野大聯盟 菲律大聯盟的部分 郭台平還有副分辭的部分 你覺得要怎麼處理 國民黨黨主要如果真的 想要徵召侯友宜 現在就徵召 你要拖啊拖到什麼六月 你拖到六月幹什麼 你叫這段時間侯友宜講什麼 做什麼 有什麼身分 本來早就應該徵召 如果要徵召的話 因為侯友宜去年九回一大選 這個打敗這個 用46萬票嘛 打敗林家龍 非常高的票 那時候聲勢非常高啊 民調也做侯友宜第一嘛 郭台平第二嘛 都可以打敗賴清德 那這個時候呢 你黨主要就趁勢 趁勝追擊 就宣布 假定說是要徵召侯友宜 就徵召了嘛 那侯友宜就趁著 這個勢就起來了嘛 你在那邊拖拖拉拉 今天放這個話 明天放那個話 結果呢 侯友宜也好 郭台平也好 民調就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到最近的幾個民調看起來 侯友宜的民調已經輸給賴清德了 然後呢 在這個時候 你趕快宣布 然後呢 也許還可以把事照起來 你還不 你現在是三月 你要搞到六月再徵召 這三個月他們怎麼過啊 那你要做什麼呢 所以我真的不懂 而且還有一點就是說 如果侯友宜 他的民調是超過賴清德的 徵召沒有人有話講 大家就服氣嘛 那 你現在已經開始反轉了 這個時候 馬馬虎虎 趕快 你還在拖 那如果到了六月 到了五六月 那個時候 如果侯友宜的民調 是還是贏賴清德的 那沒話講 萬一 萬一跌落了怎麼辦 萬一輸賴清怎麼辦 那這時候其他的 想參選的人 他會服氣嗎 所以奇怪呢 那你也輸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你不是我呢 那你說我少輸 那少輸也不是贏啊 少輸就是輸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事不宜遲啦 你這樣拖 我覺得中間也很奇怪 到底你們在想什麼東西 好吧 如果他一定要拖的話 我的建議 如果說你非要搞到六月 那四月五月 黨中央每個禮拜辦一次 國事大辯論 把有意參選的候選人 大家來討論來辯論嘛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比如說兩岸政策 比如說對美外交政策 比如說國防政策 兵役政策 財政政策 經濟政策 住宅政策 少子化政策 教育政策 這就是大家關心的問題啊 每個禮拜挑一個主題 這個候選人來談 有意參選人來談 讓社會知道 這個參選人他的主張 到底社會知不支持 那不是選舉就應該這樣嗎 候選人的意見 候選人的主張 讓選民清楚的知道嗎 這也是肇事嘛 所以我覺得 要不然你就早徵招 趕快徵招 要不然呢 既然你說不打算 那不打算 你是實際上要做什麼呢 不如每週一次 國事大辯論 我覺得這樣的話呢 才符合你要延到六月 這個才徵招的 這樣的這個意義啦 否則沒有意義嘛 那候市長的論述能力 是不是也被質疑 那你怎麼看 候市長是不是也有一些缺點 需要補強的 不像每個候選人 都他優點跟缺點啦 你很難說 你不是選勝人嘛 所以 我相信候市長也沒問題啦 他當新北市長 他在這個議會 面臨民進黨議員 那麼多的資訊 他也沒問題啊 所以我不容易有什麼問題啦 但是不管有沒有問題 你把主張講出來 告訴社會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美國總統初選 搞一年耶 為什麼要搞一年呢 就是不斷地辯論 不斷地辯論嘛 讓選民非常清楚 這個候選人 他的主張 現在這個徵招的時程還在拖 那郭台銘的問題 主席也還沒有處理 是不是其實朱主席 還沒有放棄親自上策 真的不知道 就是說朱主席 這要自己檢討 就是說為什麼你一個政策 大家都有這麼多的揣測 為什麼不能清楚的講清楚 到底你要做什麼 所以才會揣測 這是不是讓郭台銘開個門啊 是不是朱主席自己要怎樣啊等等 何必呢 政策很清楚 講清楚 避免大家在那邊拆來拆去 我覺得這可能是 這個黨中央應該注意的事情 那你們覺得郭的問題要怎麼處理比較好 你徵招當然不是只有侯友宜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講說 那如果說你現在已經是決定不了 本來照理講侯友宜的民調是比較高的啦 所以侯友宜 我看之前的民調 侯友宜第一 郭台銘第二 都會贏賴清德 結果現在都輸了賴清德了 當然賴清德已經在那邊 這個好整影俠在等了嘛 所以你如果等到六月 等賴清德以三個月以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可以活動 那國民黨這些人都不能說自己候選人嘛 對不對 因為他根本沒被提名啊 也不能說自己是提名人嘛 賴清德已經馬上要提名了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啦 這個郭台銘到底能不能參選 那郭台銘如果用徵招他有資格嘛 那到底你要取誰呢 誰比較有資格呢 還是回到我講的 那辦幾場國事大辯論嘛 讓大家來講講他的政見嘛 讓選民來判斷來決定嘛 這是最好最公平啊 這支正教導 Information 評級 OgUR 他的偶然常獲殺 市場很可愛 你請看 更多受務 市場很 gravit 你們倆 有系統